这位我的地盘你不知道吗 在这练车经过同意了吗 这位大哥实在抱歉 这地域也没写你名字呀 而且我们不是在练车 是赤架车辆 啥就他呀 什么档次跟我一样开MPV 这大哥好眼力 这两台确实是价格相当的MPV 但在我看来 他们俩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你想说什么 想我再说 就去我削你 我啥都没说啊 要不这样 就做三个大根里关心的测试项目 看看他们是不是同一个档次的 你说的哦 我来提要求 加速测试能整吗 光加速不刹车不行啊 刹车必须安排上 再来个底盘舒适性测试 能 大哥提了必须安排明白 你安排要输了 以后见着我自动右边车道行驶 我以后吃饭说小孩那种 住手 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我提个要求 我要参与措施 大哥你算了算 那就先从M8开始 兄弟们 上 哇 你看这真皮的 这太舒服了 这设计 哎呀 多宽敞 比我老大的好多了 你看这还带按摩呢 这超市把火的 一点阻止性距离就没有 啊啊啊 怎么样不看数据是不是很明显 也感觉到他的速度的感觉要比你的德热维亚要强不少 对呀都说丰田是混动弥足 怎么还干不过M8宗师了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其实M8宗师版采用的也是丰田的混动技术 但是轻出于难 改用2.0T的发动机动力更好 而且发动机的噪音和震动都比你的格热维亚要优秀 不可能 我这可是丰田 刚才我们测了M8的百公里加速是8.12秒 我们现在也看一下你的格热维亚怎么样 走 怎么样 M8宗师的加速数据以及是主观感受都要强于你的格热维亚 数据摆在面前不得不服输了吧 车子跑得快还得杀得住 你的穿起M8能行吗 你猜 我小孩子我猜 我有信心 除了数据优秀之外 还不能让车里的乘客有不舒服 走 这次车我先来 大哥你说了算 各位大哥 天气这么热 陪我们测试新湖里门了 我给你们准备了雪糕 明示礼啊 你小子玩我的 我大哥 因为好的MPV高速刹车的时候 肯定不会点出这么厉害啊 那要不你换我的 M8宗师试试 试试 待会我们读一下数据 看一下两个车的刹车成绩怎么样 在安全性上 我的M8宗师是不是比你的格热维亚要强呢 诶 诶 那谁 那刚才雪光号没有了 大哥 三项测试做了两项 最后的底盘测试不用了吧 听说过逆风翻盘这事吗 好 我走了 兄弟们上道具 看看你们是有备而来啊 各位兄弟 待会两个车都会以50公里的时速 经过前面的减速带 来体验车辆的一个减震能力 然后接着就是一个大的左拐弯 来体验车辆高速转向的一个表现 大家坐稳哦 好了 我们开始了 先过一个减速带阵 接着是一个紧急的左拐弯 好 我们接下来感受一下 我这台M8宗师双勤版的表现 服了 真的服了 我告诉你吧 因为我这台M8宗师版 它配的是SDC的主动可变悬架 之前为什么刹车跟避震的项目 表现得这么好了 就是因为它悬架可以 自适应的调节软硬 而你的格尤原样 没有 还是传统的配置和结构 怎么样 三项测试都做完了 感觉怎么样 无话可说了 听说国产车机还挺厉害的 让我体验一下吧 你好小琪 我在 空调温度调到最低 收到 主驾空调温度已至最低 打开右侧车门 好嘞 这就拍 嗯 不会吧 这怎么能操控 这反应挺灵敏 挺快速啊 它还有前后排的四音区交付系统 和驾程人员监控系统 嗨 有点钢铁侠 贾威斯那味儿了 你的车机看起来就挺素颜的 我看最实用的也就是咖啡了吧 语音控制咱也有啊 不就听着声音一点吗 生态服务功能 咱睡不出领先行业 咱也不落后啊 不服是吗 我再给你看个东西 来 来 看这 无风感出风口 另一款有这个设计的可是200万的雷克莎斯LMO 还有这个半本安的真皮航空座椅 还带有一件SPA功能 通风加热按摩都给你了 还去什么商栏呢 别说了 让我安静在这享受一会儿 回你车去 我车没这些东西啊 大哥 这两台车价格确实相近 但你现在还觉得他们是同一个档次的吗 说什么屁话 这还用问吗 我不要面子的 兄弟们 走 放哪儿去 这台车 这台车我要了 这是银行卡 大哥 不能这样 别叫我大哥 这块地是我的 叫我房东 经过跟大哥的格瑞维亚几轮比拼下来 我们发现 传奇M8宗师无论在加速 刹车的平稳性 底盘的舒适性 乃至车机的智能化 都要遥遥领先于格瑞维亚 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 早就不迷信牛头标了 能感受到的真材实料 才是雪车时重要的考量 否则为什么传奇M8 能在今年5月MPV的销量上 甩开格瑞维亚一大劫呢